其实我当时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然后真的没想到过程中会这么艰难 其实一开始我们大家所有的认知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都会认为那个艾草龙它着了之后 它会真的升起火来之后 我们再用一个火焰去点着其他的助燃物 也是通过一步一步的这种推敲实验或者是失败 一次一次成长 我刚刚看那个片子我都觉得像一个侦探别人 就就是一步一步分析拿到所有的线索 逐步分析出了结果会是怎样然后我们去实现这件事 然后整个过程真的我觉得很难忘很难忘 以至于我现在对生活有一个疾迷的事情 我觉得后面我还在中国 就是现在我从小时 就会到家里家里人想开火的时候 拿去看江大梅知道你不要 我从开放派结束之后 我就先用了一个在岛上生活的方式 回去生了我 对我觉得 对没的记忆都是非常珍贵 而且真的是学到了东西 所以实验手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每天带给我那么非常多的智慧和技能 都来自于实验手册 所以真的就是那句话 相信实验手册 没错 然后我看 不忍 mobile的